Hello, 大家好, 又是十三小推介的時間 來到星期一, 介紹三川四給大家參考 頭關就是足總盃, 車路士對晚聯 大家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 沒錯, 其實這個對碰是上屆決賽的番板 車仔上屆1-0, 贏了晚聯, 獲得足總盃的冠軍 這場比我選擇了什麼呢? 我選擇一個萬聯讓球盤 萬聯收讓, 平手半球是207 如何選擇呢? 我們看看近兩隊的近況 車仔排第六, 萬聯排第四聯賽 有趣的地方, 其實現在第八圈的比賽 其實是一場過決勝負 如果和球的話, 紮日重賽 如果重賽的話, 其實就叫做進入加時 加時都是和球的話, 十二碼 可以叫做一場球 可以告訴你, 足總盃這麼多界以來 其實獲得最多冠軍是阿仙路 十三次冠軍 萬聯最多的是十二次 車仔獲得完上屆後, 第三次八次冠軍 其實以排名或做的經驗 其實萬聯就比車仔高 現在亂賽方面也比車仔高 在主下場方面, 先看看這場球 在主下場方面, 車路士在十場的出場中 贏了八場, 和一場輸一場 萬聯、阿娃娃、蘇斯斯克 一起比賽後, 近六場的作下賽事 全部都贏了 近方方面, 車仔剛剛在歐巴盃中 贏了萬牧2比1 但是作客萬城這場的英超賽事 真是體無原夫輸到6比0 主場贏了5比0的哈特斯菲爾德 真是很大的對差 給我感覺上是 作客也輸給班尼茅夫 竹總杯和聯賽杯領 亦是3比0的 石洲3 也贏了2比1 作客又輸給阿斯陸0比2 主場贏了納卡蘇爾爾2比1 比我感覺上, 隊賽並不算太穩定 所以在這些杯賽中 第八圈,其實只是16強 對著萬聯,雖然你是主場 但奔律方面偏偏一點 萬聯方面,對著巴黎聖日二門 賽前我都是看淡萬聯 始終大賽經驗,即是蘇斯克查 大賽經驗比較淺一點 第一次正式帶萬聯出賽 歐聯賽事,主場也好 可能他的壓力調動方面比較有參差 在下半場比巴黎聖日二門連入兩球 輸0-2 下一個回合,也不知道他如何踢好 始終都叫作合巴黎聖日二門 但聯賽和中輩方面,其實真的沒有輸過 只是對著潘尼這場波和2-2 在這情況下,回到本土 你可以當成聯賽或配賽 因為始終都是舊對手車路士 就算作客也好 對著車路士,加上本身剛剛的球 歐聯出局 相隔幾天再踢這場波 都差不多六天 再踢這場波 其實心情上應該可以調整 如果作客受揚評判有二零七 其實我覺得是助王亡贏 雖然馬會或各方面 看好車路士多些 我始終都覺得 車輸的人腳 比以前相差很遠 萬聯賽者,其實年輕人比較多 或是級數上比車路士高 如果踢起來的話 其實一點都不輸蝕 所以也選擇 萬聯的受揚評判 第一關介紹完 我們稍後看看第二關